然後再去把它放鬆 肩頸不舒服 來到按摩店就想桑一下 不過卻有民眾按到一肚子火 我已經也很明確說明說 就是我其實做一個 小十八百塊的這種療程而已 我問那個老闆娘的價錢 他跟我說三千三 我當然是嚇傻了 店家收費標準沒有先告知 客人準備結帳 聽到這價錢嚇壞了 原來投訴人 事先已經電話詢問價錢 老闆表示按摩一小時八百 來到店裡 女客人又在強調 只要一小時 後續按摩過程 師傅不斷詢問 是不是會痛 幫你加強 接著就幫客人拔罐 療程結束 已經超過一小時 老闆收費三千三 費用直接變四倍 我說為什麼那麼怪 他後來才比說他們 牆壁上有個價目標 滿小的 一般的客人 我們是來的時候 我們就讓他看那一張 結果他是跟我們講的情況是 就是說他以前還做過 價目標就貼在牆上 老闆列出當天消費金額 超過三十分鐘加四百 加強按摩一個點一百元 總而就是三千三 客人回家後 身上八罐痕跡十六個 質疑總金額也不對 老闆則回應 總共就是加強二十一個痛點 雙方認知不同 你本來就是應該要告知消費者 說你的收費的項目 然後收費的價格是多少 客人想放鬆 雙方卻按摩按到一肚子氣 店家表示願意與客人和解 最後雙方達成協議 這次費用只收當初說好的八百元 三秀黃國里佩賢宜蘭長報導